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里面的结构也差别很多 有的一层的 有的两层的 甚至有三层的 都不一定 但结构也差不多 这整个大致来讲 结构差不多就是 反正这整个叫机身 飞机整个 这个叫机头 或者叫机鼻 头嘛 头部 也像鼻子 机鼻 驾驶员在里面 驾驶员 驾驶舱有两个有三个 正驾驶 副驾驶 有的三个 另外一个就是 控制电脑啦 或者联络啦 看气象等等 有两个有三个 然后后面就开始 后面开始 这个座位 当然一般有这个 头冷舱 头冷舱在前面 然后商务舱在中间 然后一般的经济舱 就是再往下 经济舱当最大嘛 因为这个一般的收入正常 因为 因为头冷舱太贵 价钱有时候差好几倍 那商务舱也贵一些啊 所以看经济能力啊 然后这个后面就是一些 空中小姐啦 空中我们或者 空府员 因为现在有空中少爷 有男友女 他们后面呢 一些准备 准备餐饮的地方 这里面大致上是这样的 好 当然一般两层啊 就是 旅客我们坐上去呢 只会在上面那一层 那下面呢 就是摆货物 货物 就是一般摆货 客人的行李 当然这种重视 我们叫客机啊 当然另外有货机 货机就不载人 除了飞行人员以外 那个 就是全部都是载货物 当然 飞机的载货物贵嘛 因为那个飞机的燃料成本 各方面人事费用很高 所以就是 都是一些比较高 高单价的电子产品啊 或者 或者 体积比较小一点 或者特别赶时间的啊 那比较 体积大一点呢 不赶时间 就只好坐那个 坐那个 游轮 游轮不是 游轮有两个 一个游票的游 是我们一般出去玩的 那那种载货物的 那那种载货物的 就是那个 油冷 载石油的油 那它最早是载石油 那后来载货物啊 有这两个发音都是油冷 那飞机也是个大的翅膀 后面有这个三个小的翅膀 两个横的一个高的一个值的 这上面大翅膀 翅膀是干嘛呢 翅膀的稳定方向啊 另外一个 最主要翅膀就是让飞机飞起来 因为飞机一开始呢 它只能呢 它的引擎啊 这个叫引擎 两颗 两颗引擎 或者叫发动机 它产生那个往后的 就是引擎呢 气往后面喷 前面是吸空气啊 所以前面都转了 有这个叶片在转 后面喷一出来啊 它产生动力 比较像汽车的马达一样 所以它那个产生动力往前 可是往前你不会飞啊 不会飞啊 那飞机会这么重啊 这么东西 这么重的东西 怎么可能在天上啊 因为它发动机啊 它很大 它的马达很大 产生的那个 往前冲力量很大 所以飞机非常耗油 可是往前冲 它不会飞起来啊 会 飞起来就靠翅膀 所以我们看那个翅膀 你在飞机上 你坐在那个 左右两边啊 有那个旋窗啊 小窗子 可以看得到翅膀 当然有些位置看不到 就是靠近 这一带啊 中间 中间这一带看的翅膀 看得比较清楚 但是不是看前面翅膀 是看翅膀的后面的啊 四分之一 三分之一 五分之一的地方 因为那个翅膀是两部分组成啊 你看这两个大翅膀 它这个后面四分之一五分地方 它可以 它可以往往下 往下 往下掉 不是往下掉 就是它有一个斜度啊 可以是往后倾斜 所以当那个飞机发动机啊 这个这个驾驶员啊 发动引擎 往前冲 一开始慢慢的 然后冲冲 因为我们坐飞机 那个声音很大 慢慢冲冲冲 速度很快啊 速度很快啊 比汽车都快啊 当然除了跑车那些车 比跑车都还快 速度很快 然后往前冲 力量很冲的时候呢 它产生的一个叫做 声力啊 声力 声就是 升降梯啊 往上伸的那个声 因为它这个 这个两个翅膀啊 后面的地方啊 往下 往下掉 往下掉以后呢 呃 讲这个啊 大家看能不能听得懂 就是 翅膀它下面的 空气的压力 大于翅膀 这个表面啊 就是上面这部分的 大于它的压力 就上面的压力 比较小 下面翅膀 底部啊 它的压力大 产生一个我们叫做压力差 压力的差别 下面压力大 下面压力 要 上面压力比较小 就产生一个 产生一个 压力差 就产生一个 提升的力量 声力 所以要起飞的时候呢 啊 这个翅膀呢 就是往 往 往下斜一点 啊 就产生那个冲力啊 两边上下的压力啊 不一样 上面压力要小 下面压力啊 大啊 就有一个压力差 就产生一个提升的力量 所以飞机啊 啊飞机啊 往前冲 冲了以后呢 这个翅膀往下掉 后面了 后面部分 产生一个冲力 然后鼻头就仰起来了 鼻头就突然仰起来了 仰起来 扑就上去了 就产生瞬间 产生一个冲力 那后面呢 两个小一点 叫升降舵 也差不多的意思 就是升或降 通过它翅膀啊 这个翅膀 调整它角度 然后方向舵呢 这比较大的 后面啊 就像那个直升机 那个方向舵 方向舵 像是被那个炮弹啊 被RPG啊 被火箭筒 一打掉 打掉了 哦 那个直升机 一直转了 转了 没办法控制方向啊 飞机也是这样 它这个比较大一点 这个一般客机 也不会碰到无力攻击 它控制 控制方向 如果 如果 如果是被 被一个巨人啊 超级巨人啊 或者硬是被 这个恐怖分子啊 RPG啊 火箭弹把这个打破了 哦 这飞机也不能控制方向 所以翅膀是控制上下 啊 放这个 这个 前面两个大翅膀 跟升降多 控制这个升降 那方向多是控制方向啊 大致是这样子 那我们看第二张图呢 啊 这是一般的飞机 啊 坐舱在前面啊 这个是叫飞机身啊 飞机身啊 飞机身啊 然后呢 这个 半条啊 就是我刚才讲的 飞机那个翅膀啊 它那个后面 就黑色的部分啊 它可以升降啊 它可以减少升力 要下降啊 提升升力 就起飞啊 那流板啊 也是 这些都是跟 要起飞跟升力 或阻力啊 阻力要下降啊 呃 升力啊 就是飞起来啊 往上飞啊 这个还有一个负义 敬意 当然这个比较专业啦 一般也听不太懂 也是都是提升升力 所以这个 两个翅膀 它有很多结构啊 都是 反正就简单讲 这些 你不管板条啊 啊 然后流板啊 敬意负义啊 反正就是说 当它的功用是要 增加 增加升力啊 往上提升的这个力量 也就是减少啊 这个 这个 翅膀啊 上面的 气流的压力 那下面啊 汽油压力比较大 产生压力差就飞上去啊 基本上是这样子啊 方向多 改变方向啊 升降多啊 这些也是改变升力 阻力啊 就是升力 就往上飞啊 阻力就是往下降啊 等等啊 那像潜水艇也是一样 它 潜水艇呢 它里面有很多水啊 它把水排开了 就上去了 升起来了 它把水吸进来啊 然后这个就下去啊 大概是这样 那这个两个 两个这个 两个这个发动机啊 所以发动机 坏一个还可以用 两个都坏了 那飞机没救了 那没救了 准备迫降了 迫降海上还好一点 如果直接撞山完蛋了 撞陆地也差不多完蛋了 所以飞行啊 很可怕 没事就没事 有事就有事啊 你说坐巴士什么啊 就算撞到了 只会掉到雪崖下面 那完蛋了 如果飞机 如果在高速公路 或一般道路撞一下 还有个救 还有个救 死的 不会全部死 顶多就是受 受个轻伤重伤 那飞机不行啊 飞机所以你掉海上 掉海上 或者是有什么特殊状况啊 或者是驾驶员技术超高啊等等 不然飞机就是 一掉下来 九十一升啊 那我们看这个飞机里面啊 这个各种颜色的啊 因为这个是从上面往下看 那个驾驶员坐前面 然后呢 像波音77啊 它365的座位啊 飞机77大了 737小一点 300多很多啊 但你说没有啊 我飞机上没看 那当然了 我说座位 这个是以座位 搞不好他365个座位 他搞不好做这个80几个 你觉得没人啊 是以座位啊 不是以人数 因为这个除非客满 不然的话 有时候坐一半啊 坐三分之一 像新冠飞也要坐梅花 说简直没几个 不是说你在山坡 看到几个乘客 不是 要数那个座位啊 以座位为准 像头冷舱啊 这些都参考数字了 因为不同的飞机不一样啊 所以这个 以747来讲 头冷舱 有钱呢 归好几倍啊 三倍四倍五倍啊 不一定 比经济舱啊 那这个一到三排 一排 两排三排 那中间一个走道啊 这一排 可以坐四个人 可以坐 这样坐12个人 头冷舱 最贵的 现在飞机有的很棒啊 甚至有的 一个座位啊 一个座位啊 一个座位就等于一个房间啊 还有门啊 有独立的空间啊 可以睡觉啊 当然厕所是不可能一人一间啊 有的好像还可以洗澡 就不一定啊 有的豪华的不得了 上面啊 这个吃的也不一样 吃的好 而且一般经济舱 你就时间到了 还给你吃 头冷舱就随时吃啊 当你不能一天到晚 牛排 买马车五十块 三十片五十片 那也太夸张 还酒喝啊 然后那个 前面有专属的空腹员啊 一般经济舱就是一般的 这个好几个 这个 空腹员啊 前面有专任的 专游的这个空腹员啊 所以 那 至少它也可以啊 椅子也可以很长 你不用说膝盖顶到 有一些棉被给你 有一些那个 当然现在上面看那个电影 电视啊 经济舱都有 反正就是 头冷舱就是 简单讲就是 除了柜以外 就是说它的空间大 服务好 吃的也好 什么都好 那当然看机型啊 有的机型好 滑得不得了 有特殊设备 那有的就是一般 头冷舱不一定啊 然后呢 然后再来就是 再就是那个 经济舱啊 经济舱 当然一般来讲最前面是 头冷舱 当然这个图是不太一样 它有个公务舱啊 公务舱就是 就是那个商务舱啊 一般是头冷舱再商务舱啊 那这边是 每个不一样 然后那个 经济舱啊 绿色的啊 经济舱当然要多嘛 为什么多呢 因为大家钱 一般来讲就是 不可能花太多钱在上面啊 比如说你做个 我到欧洲 譬如说 譬如说一张票 我到美国好了 到美国一张票 譬如说台币 三万四万五万 出得起 如果你说一张票 二几万三十万 哦 就太贵了 那新冠肺炎也没办法啦 因为他们这个 飞机公司要生存了 所以现在票贵得要命啊 你现在买一张票 那就是平常的头等机票啊 对 那没办法 因为新冠肺炎嘛 他也不能不飞 可是他一定赔钱啊 他会倒闭啊 所以现在机票很贵 然后经济舱一定最多嘛 经济舱就是分三排嘛 每一排啊 像两边就是做三个啊 中间可能做五个啊 所以一般那个靠近 大家都喜欢做靠近那个 有旋窗的 靠近窗户啊 就是比较 可以看到一点 风景啊 所以看你票买得早 买得晚啊 你票早一点订 订的话 就你可以要求 坐在窗口位置啊 然后这边两排走道啊 等等 那后面呢 后面就是他们空服员啊 准备厨房啊 休息一下 休息地方啊 当空服员有时候 他的位置也坐在啊 前面的地方 他们自己的位置 位置坐啊 但是后面是他们的服务区 所以你要到最后 当中你有些厕所 一定有啊 所以服务区到最后 他们要 因为他们的飞机啊 要吃东西 都是空厨 所以 航空公司啊 他有一个叫空厨 空厨 还有地勤 航空公司 行政人员 还有飞行人员 就有很多单位 所以呢 还有这些十个啊 逃生出口 十个逃生出口 这红色 所以他们那个都是啊 所以他在那个飞机啊 在那个 在等乘客啊 乘客动作也慢慢的嘛 还有老人家什么的 所以 光是乘客上去就要一段时间 还要搭空桥什么等等 所以这段时间啊 当然 就是那个飞机啊 停在那个机场啊 机场 不是跑道 跑道是要起飞啊 停在那个 停飞机的地方 货物就上去了 货物 那我们看不到货物啊 货物啊 货物就是他们的 那个有些那个 车子 专门装行李 货物就先上去 行李 然后呢 吃东西呢 空请啊 这个 空储单位啊 就是把那一人一份的 所以空中小姐 没那么厉害啊 他不可能在上面喷人啊 不可能 他忙得要命 所以都是一份一份的 所以有时候我们就觉得奇怪 这空中小姐啊 这个很 不讲人情啊 你说我吃不够 龚教授 对不起 不够了 你不管 你不管他是客满 三百多人客满 还是做两百多 还做一百多 还做八几个 他都是看你多少人啊 然后准备餐点啊 当然他可能会 比如说你做两百个人 他可能准备个210份 他不会多 都是成本 所以他都准备好了 都是一人一份 像有一次啊 我从大陆回来 吃餐点 我就跟空中小姐 因为中间有聊天 我就跟他说 你看我胖子啊 我吃不够啊 那小姐 空中小姐一直笑说 哎呀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 对啊 我看理事不够 他说 那我再给你一份 其他人看 哎呦 怎么他多一份 可是空中小姐说 他的那一份给我吃 他说他肚子不饿 他就给我说 啊谢谢我也不客气 啊吃吃吃 有跟他聊天啊 什么东西啊 那家里住的没有很远 都住台湾 没有很远 反正就是 人不清顾气嘛 人就像你跟他聊天 他高兴了 什么都给你啊 你不高兴的话 什么什么都没有 没有没有没有 没多了没有了没有了 很高兴 我等于吃双份 双份啊 然后那时候车上 现在当然不能进烟 像我抽烟啊 一般也不能啊 但是他坐最后面啊 最 那个时候了 那个时候 后面就要到后面抽烟 然后还把我弄了一个 布帘拉起来 他说 你在后面好好睡觉 休息一下 所以后面几个位置 特别宽敞 还把布帘拉起来 让我睡得舒服啊 好这个是大概 他的一个内部啊 内部这个 他说坐飞机啊 哪里比较安全啊 所以 票价最便宜的 经济商 最安全 票价最贵的投论舱啊 跟哪里啊 跟着商务商 最不安全 那急不安全 就是驾驶 驾驶员 最不安全 为什么呢 你最机的话是 最机是头往下掉 不是屁股往下掉 头往下掉 所以因为前面 又有危险啊 你撞到地的时候 他整个 那个力量很大 整个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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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噗 整个一直往里面凹陷 你这个 因为其实 你不要看飞机是金属啊 它很脆弱的啊 就像汽车 你不要看汽车 这个高速一撞 这个 引擎全部撞烂啊 甚至撞到驾驶座 所以他那个力量很大的时候 因为他不是整个死心的嘛 他是空心的 所以一撞 哇完蛋了 如果这个撞山啊 或者掉下来 掉地上啊 就是整个还有爆炸的问题啦 那爆炸就谁 谁都跑不掉 就一撞的时候 前面就烂掉了 啊 价值员 第一个为国牺牲啊 为公司牺牲啊 为服务 为这个乘客牺牲啊 然后 然后那个 啊 这个 这个 最贵的啊 这个豪华舱啊 这个商务舱啊 头等舱 我票最贵 不好意思啊 你先死 你要坐前面嘛 前面冲击力最大 而且他整个会撞烂 撞起来 而后面 他可能撞前面三分之一烂 或撞一半烂 后面呢 这个 这个经济上没事 啊 只会空中爆炸 爆炸 那就谁都跑不掉 或掉地上以后 整个力量 冲击力量啊 全部死光 那没话讲 所以有时候这个 常常 生还者是 经济上生还者 前面生还者比较少 啊 啊 这个 所以他相对比较安全 那最后我们再看一下 因为我们都是用简单的方式啊 这个讲太细 很多人听不懂啊 讲太长 大家没耐心 好我们顺便提 最安全的 最安全的座位在哪里呢 啊 第一个后面嘛 这个刚才讲过后面嘛 啊 基地上最安全嘛 然后另外相对来讲的话 就是靠近紧急出口 啊 我们想看 它紧急出口 像这个七十七有十个啊 右边五个 左边紧急出口 有靠近 这是指 这是指那个 嗯 就是没有爆炸啊 没有撞击啊 因为一爆炸全部跑不掉嘛 下面一撞击啊 全部撞死啊 这个 呃 也受不了 就在就是 在还有逃难的机会的情况之下 啊 就是距离紧急啊 出口 五航啊 坐位五航一天坐位 还有机会跑掉 那你说那后面呢 后面搞不好爆炸啊 前面还没爆炸啊 或者怎么样 或者后面 后面有什么状况 所以越早逃出来的机会越大嘛 啊 所以距离紧急出口啊 五航一天的位置 比较安全 那最平稳 所谓最平稳 就是最 最不晃动 就机翼啊 跟机翼齐平稳 就是啊 这一段 啊 最稳 因为这一段呢 啊 它主要的力量是从这边啊 那一方面中间也比较稳啊 所以这一段啊 觉得飞机晃动的比较小 因为你飞机碰到乱流的时候 哇 这个前面晃动很凶啊 所以 所以这个很倒霉啊 所以这个 啊 头车船架驶船 第一个追不安全 第二个飞机碰到乱流的时候 它更紧张 就像那个大楼碰到地震的时候 一二楼说还好啊 十几楼说 蛮厉害的 二几楼说 哇 吓死了 三几楼说 二层马不想活了 啊 所以地震 这个位置越高 所以 但是现在也还好 就高级 现在高 高层大楼都会放一个阻尼器 就是一个非常重的东西 但是它是悬吊的啊 不是固定的 悬吊的 就是 就是说 这个 让这个大楼啊 能够保持平衡 保持平衡 所以大楼现在好一点 没有 以前没有阻尼器的话 这高层下屎 现在就好一点 好像大概 只要二三十层以上啊 都要放一个阻尼器 很大的一个铁球 但你看不到 它不会让你看 那最平稳作业就是 这个中间这一带啊 比较平稳一点 比较少晃动啊 那一般飞机平稳 我是指这个平稳 是指乱流的时候 因为乱流的时候 没有人知道 这个塔台也不知道 这个机长也不知道 你看不到 因为空气你看不到吗 空气 因为空气很乱的 空气是乱流的 空气不是一个方向啊 空气是乱七八糟飞的 就像我们到河水游泳 有时候河水很顺 往前流 可是有时候你碰到乱流 有漩涡什么时候 因为有时候 河水上面也看不到漩涡 下面有漩涡 所以大家无知嘛 就说啊 被水鬼抓走 不是被水鬼抓走 因为水鬼几千年 你有抓一个看看 从来没看过 没抓过水鬼 就是下面的乱流啊 你被吸下去的 就是乱流 所以这个 这个空气在上面啊 因为你空气本身就很乱 碰到飞机乱上家乱 为什么 它气流本来照它的形状 不规则的在晃动 可是你飞机等于飞的时候 就是要突破气流嘛 所以那个气流更乱啊 所以那个我们家有些跑车 又扰流板 就希望让它气流比较碎一点 所以气流很乱 然后那个气流就是风嘛 空气流动叫风嘛 那气流有的时候 不是说都是这样子跟你这个平行的 不是啊 有时候有侧风啊 我们叫风简 飞机上叫风 这个航行叫风简 它侧风啊 侧风很厉害啊 因为你飞机 你飞直的安全嘛 你要是飞机一下 一下往左倾往右倾 那就是整个方向掌握不住 然后还有上下 所以它立 飞机有时候上下晃动 有时候左右晃动 你就整个下面就晃来晃去 大家就吓死了嘛 就说哎呦 飞机怎么晃动 然后飞机也原来空心的啊 所以它很多那个 很多这个设备结构的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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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潜水艇也是一样 潜水艇也是空心的嘛 所以碰到那个比较大的压力啊 就比较潜水艇到深一点 或者人家作战的时候 有那个深水炸弹的时候 整个那个接力会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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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没事 可是你听到咚咚咚咚咚 你会觉得会解体啊 你有那种恐惧的感觉 吓死 那飞机也是 有前面迎来的风 就得都是逆风嘛 因为你是逆风而进嘛 因为 然后也有侧风 从右边来的风 左边来的风 还有从上面下来 这是乱流啊 那乱流一般来讲 因为飞机也够大 它有各种扰流设备 还好 但是你碰到乱流 乱流就是那个时间空气 就各种风的流动 急不归走 而且力量很大 因为上面的风速 有的时候晴空万里 风正常 有的时候碰到那个台风 当然飞机不会飞到台风里面 但是有的时候 这个大气气象是很尖端的学问 因为它是很不规则 很难预测 眼睛又看不到 这个也侦测不到 然后跑乱流的时候 就会很紧张 最适合睡觉的地方 就是中间 左侧 因为为什么 这有一个知识 一般人不知道 就是飞机 它飞机一定是平的 可是实际上来讲 它一般会右边高一点 左边低一点 左边低一点 然后你靠 靠左边的时候 它低一点的时候 你会感觉上比较稳一点 下面 因为你往左侧倾 下面感觉重一点 右边往上 感觉轻一点 轻一点容易晃动 左边比较不晃动 然后也许靠窗的位置 靠窗的位置 这个位置比较适合睡觉地方 然后最安静的地方 就是比较靠前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有发动机 所以这边声音一定会吵 当然有窗户隔起来 可是它还是有声音 所以这个发动机 这一段声音就比较吵 可是它比较稳 所以有时候 有一好没亮 比较稳 可是比较吵 前面有利有弊 比较危险 可是前面比较安静 比较安静 因为声音最少就发动机 那后面这边也有一些机器 所以是前面 前面这些声音 前面比较安静 比较那个 比较那个 声音比较吵一点 所以这边 当然 所以这边也是有点矛盾 适合睡觉的地方 因为它感觉上比较稳 可是也不全然 因为你说中部 左侧靠窗位 可是它中间 也比较吵 所以这个也不是一定的 所以我们这边讲一个 一个大概道理 所以我们这一集就是 用简单方向大家了解一下 这个飞机为什么可以飞起来 因为它是有翅膀 但是不是前面 是翅膀后面 它可以改变角度 产生生力 往上上升的力量 让它飞起来 后面两个小翅膀也是这样子 然后这个直立的是 方向动控制方向 一般至少分两层 上面是做旅客 下面是摆行李那些货物 所以 机身 机头的部分 驾驶员在里面 这个也是各种产生生力 所以一般就是 高等高级舱 比较贵头等舱 最前面 商务舱 接着后来 中间 中段 后段 人最多是经济舱 经济舱便宜 所以越贵的 它座位越多 越少 你看像这个 头等舱就12个座位 那商务舱可能 再多一些 那经济舱就 几百个座位 所以大家了解一下 好 所以我们这一集 就是给大家一个 就是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知识 就是 一些常识 让大家了解一下 好 那我有15个YouTube频道 不是只有一个 所以可以帮我按15个 而不是只有按一个 麻烦 大家尽可能 按15个 订阅 因为我15个频道 可以按15个 好 这一集讲这里